我当下那个可能就几秒钟的时间 是我此生感觉到最恐惧的时刻 因为我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从小到大都胆子非常的大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 可是在那个瞬间呢 我真心的感觉到我的生命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因为我妈从事发的当下 到记者会陪我去 我讲完那些话的前面 他都表现得无比坚强 他都感觉像是没事一样 跟我说哎呀不可能啊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你不用怕不用担心啊怎么样的 可是在那个瞬间 我觉得他的心里绝对比我 还要再恐惧千万倍 可是为了我 他只能假装他自己很坚强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 我看着他那样子 我就感觉到 如果说他胡适 是看他父亲什么剪橘子的背影 我就是看我妈妈眼面 啜气的模样 我觉得 我觉得 那就是母爱的重量 那你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街头遇袭 所以呢我就真的是一派轻松 还好我当时手上也没有在看手机什么 我就是一派轻松很开心的在那边等红绿灯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 我有感觉到 就是余光有感觉到他靠近我 可是呢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常常会有人靠近要一起过马路 结果这个人靠近我的时候 就我感觉到他就转向 然后看我 看我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的 很有礼貌的用了请问这两个字 他说请问你是陈宜吗 那你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你一定会下意识的点头之类的吧 这是人之常情 而且你再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 但是我当下转头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有在加油啊 因为他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涣散 然后呢 他的那个嘴巴像是一直在咬冰凉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请问可以跟你合照吗 他就拿起他的手机 然后我真的就只是下意识的 这样点了一下头 在监视器里面都有拍到 他拿起他的手机的下一秒 真的就只有下一秒 我就只是在那边想说 好就先自拍一下 因为你知道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蛮多八九粉丝的啊 虽然他是个八九 我也不会觉得说 我不能跟八九合照 因为我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 还是存在着这么多未经教化 第一阶没有文化的八九 我以为在凤梨叔叔实行八九文艺复兴运动之后 很多八九都受到感化了 那所以我当时想说 好那就合照嘛 就他一拿起来 下一秒钟就胖的 往我的头上尻下来 而且他就直接在尻的同时说 我永生难忘这一幕 我真的觉得 他会永远的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 而且我觉得做噩梦都会梦到这一幕 就是这样打下来 所以我很感谢的一件事情就是各位 我闪躲技能点满 我真的觉得 我应该也可以打盗贼的角色 我敏捷 他打下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真的就是这样闪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假油啊 还怎么样 所以呢 他可能动作比较迟缓 所以没有打准 加上我敏捷 闪躲技能够好 就往旁边闪到 他就只有打到我的耳朵 本来他是要往我头上靠的 然后呢 我就下意识的赶快逃跑嘛 他就继续追上来 然后碰碰碰的就暴打我 新闻写暴打其实真的不夸张 他真的就是这样暴打我 他就暴打了大概 三四五拳 我真的不确定他的拳柱 就胖胖胖这样子 我就是不断的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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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逃逃逃逃逃 然后我就想要往前逃 他还趁机的踢我一脚 但还好的是我 真的够敏捷 就他要踢我那脚的时候 我找他一步踏出去 所以我有感觉被踢到 但我没有大碍 然后呢 我当下那个可能就几秒钟的时间 是我此生感觉到最恐惧的时刻 因为我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从小到大都胆子非常的大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 可是在那个瞬间呢 我真心地感觉到我的生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我余光看到我妈妈站在旁边 她就是不想哄我 我希望她就站在旁边也不用到前面来 我余光看到她是眼面在错起 我现在讲完我还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 那个 余光一扫到 我 我在当下 我 我现在 你看 即使我自己已经是一个比较轻少的状态在跟你们讲 我觉得我只要一讲到这件事 我都会哭 因为 以后如果我拍什么哭戏 我真的觉得我可以进军演员街 因为我 哭戏的开关就是这个 就是导演说 哎 你哭不出来是不是 我说 OK我一秒钟给你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知道那个开关就是 胖 我就没有办 办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吗 因为 因为我妈从事发的当下 到记者会陪我去 我讲完那些话的前面 她都表现了无比坚强 她都感觉像是没事一样 跟我说 哎呀不可能啊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你不用怕 不用担心啊 怎么样的 可是在那个瞬间 我觉得 她的心里绝对比我 还要再恐惧千万倍 可是 为了我 她只能假装她自己很坚强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 我看着她那样子 我就感觉到 如果说她胡思是看她父亲 什么剪橘子的背影 我就是看我妈妈 眼面 错气的模样 我觉得 我觉得 那就是母爱的重量 这个新的一年 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 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 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